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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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五下午 就可能坐商務趟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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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辦法在台中吃東西 業務人生 你們知道嗎 不是每一次都有燒肉的啦 而且沒票只能去我上霧窗 不是因為有遮食 是買爆料喔 買爆料 那是禮拜五耶 好啦 先去燒那個 所有台庫嘎啦 那我們在所有台庫嘎 就是台中 待會見 掰掰 喔 第一次晚上耶 第一次嗎 對啊 拍一下晚上 那今天借我看一下 這個是二 行照可以借我嗎 好 謝謝 2016 11月 1500cc波輪 那因為當初這個 客主啊 他還是買二手車 開了快兩年嘛 2016到現在今年第五年的開始 所以等於他買的時候 是大概兩年多三年的車這樣 那買二手車我們就要認真看一下 他在他手上是沒怎樣的 而且他現在公里數很低喔 只有拋二萬八而已 不過這個輪胎齁是16年耶 所以就是從 出場的時候現在 行車到現在都沒換過 我看廠牌 固特一 他這當初新車是99萬9千的 都全景天窗的 這行車頭你知道嗎 我知道 17年剛好是一個交界 所以這個應該是新車頭的 頭皮車 所以他就有點像那個馬丁頭有沒有 氣霸比較大 那他車主說啊因為 他跟他女朋友兩台車 那以後想要買房子 所以他們想說先處理掉一台車 瞬間買房子 年輕有 有沒有 有沒有 欸這種腳踢尾吧 應該有 喔有有幹 欸 嚇我了 夾屎啊 你知道像 阿彈你的攝影機拍得出這個燈 是黃色的嗎 其實我之前很久以前有分享過 燈啊 如果是那種白色的 其實會照不出那個漆面的色差 因為不管什麼被他照到都變白色 那用一點的黃光 稍微你可以稍微比較 看起來比較自然一點 可以看出漆的那個色差 阿這拿水箱沖10分鐘 不知道會不會漏水 應該是不會啊 應該不會 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對不對 沒有沒有 別家 別家 你說哪一家 不要啦 其實呢本來是這樣 這個車本來我們 在私訊的過程當中 其實價錢談不容 因為他這台車本身還有貸款 那他本來自售 想要賣給朋友 可是呢 他要賣給朋友的話 要先把貸款清掉 那清掉之後 朋友還要貸款 然後再辦貸款 才可以跟他買 他一來一往之間很麻煩 他就問我說 是不是可以協助他 幫他處理這一些流程 給我們抽取一下手續費這樣 那後來我想說 因為他本來他要賣的價錢 比我們預訂的高了 大概上萬 然後後來我想想 現在快過年了 那我們庫嘎店裡 目前最近賣得不錯 他的車又 里程數又很低 所以我就想說 不這樣啦 一句話啦 你朋友跟你買多少錢 他就講 然後我就說 好 那賣完了啦 不要在那邊手續半來半去 好麻煩 所以我就來到這裡 好 而且又加上我們庫嘎 其實賣了滿長一陣子 其實沒有遇到什麼災情 尤其這種新款 災情更少 趁過年前處理一下 過年前如果沒賣掉 就GG了 現在到過年不到一個月了 對 我叫他朋友來買 對啊 你害人家沒車開 什麼我害人家沒車開 我錢買欸 我也金貨價賣 所以他這個錢 既然都可以賣朋友了 也可以賣我 我還用這個錢跟他買 代表我買小賣價 我這種概念 等於去7-11買一瓶飲料 回來店裡再賣給他呆 沒有批發到 他賣別人也是10塊 我去跟他買也是10塊 我回來 我還想辦法賣11塊12塊 很硬欸 好不好 那個網友最近都說 小吃很薄 有點跑路你就沒東西看了啦 那薄哪裡薄 對吧 好我先去溝通一下 手勢怎麼辦 OK 來 你是賣芳齁 那買一個是我 我叫吃景純做的 嗯 那蕭英文 李耀宗 李耀宗 李耀宗是那個 光中耀宿 書登科是什麼 古史登科 嗯 那吃景純 碩果景純 好不好 拜拜 保持結束 好 那禮拜一要記得幫我問那個錢 好 拜拜 拜拜 依依不捨 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看他好像很捨不得這個 雖然他嘴巴都沒講 你有覺得嗎 我有覺得 他說他昨天晚上都沒睡覺 我看他眼睛整個都紅了啊 還是他是酷 酷紅了嗎 淚汪汪的這樣紅紅的啊 然後我就不好意思啊 可是他又說他一定要賣掉 因為他要結婚想要存錢買房子 真的耶 對啊 所以他很喜歡這個車 因為他本來說他昨天還要去洗車 對他昨天沒去 今天就下雨 這個就是天空為他掉眼淚 天空不要為我掉眼淚 你知道那誰上人 那個 郝靜宇 你知道嗎 這是對了吧 這我知道嗎 太大機 你有聽過 也是擦上嗎 對啊 每個女孩子遇到我都會上這首歌啊 最好是 不有自捨就吟唱起來了 你不覺得沒有遇過這個情形 好啦好啦上車啦回台北了 不要再倒了 不要再扯了 欸怎麼沒有電動椅啊 九十幾位沒電動椅呢 對啊 那也沒有電動椅 還是我買到陽春的 哈哈哈哈 應該不會啊 有前幾天車啊 欸我還要 這個KUGA我還買過龍布椅的 所以應該不是啊 我應該不是買錯 這182匹嘛 24點多公斤米的扭力 重點 他這個是什麼 六速的什麼 手指牌 所以真的這個 這代KUGA真的是賣得不錯 當然下一代新車更是賣爆對不對 他這個喔 就是四個輪子差 其實這個人我覺得 他雖然他人不錯 他人不錯對不對 嗯 尤其這台車回來 我覺得他沒有花什麼錢 你想想看 他當初買對不對 買的時候很新 嗯 他回來他只保養了兩次 他保養兩次 一次花七千 一次花八千 你看他這樣開回來 他保養兩次 花一萬五 然後再來就加油而已 他連輪胎都沒換到 四個最貴的竟然沒換到 他這個四個輪胎弄起來也要 這時候要一萬六 一萬六一萬七要 今天 好我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趁這個影片跟大家再宣導一次好了 其實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的車如果還有貸款可不可以賣 你的車有貸款是可以賣的 我用假設的 你車賣給我 我顧五十萬 你貸款剩下四十萬 那你賣給我之後呢 我會去幫你清這四十萬的貸款 清完之後 剩下十萬 交給你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但是我比較常遇到的是 他的車剩五十萬 但是他貸款要六十萬 那可不可以賣 可以吧 你拿十萬給我 加上我的五十萬 請貸 這個車就解決了 那通常貸款 一般會 有的會綁一年 有的會綁一年半 如果說 你跟他申請貸款 你在一年之內 把車賣掉 要違約金 違約金有的是什麼 剩餘款的什麼三% 剩餘款的五% 剩餘款的八% 就看你們當初貸款的時候的 合約的內容而定 那為什麼他要綁一年 你去辦那個行動電話 月租什麼的 為什麼他要綁你一年 因為他的意思就是 你至少要讓他賺一年的利息錢 對不對 要不然你今天辦一辦 下個月後悔了 我只能賺一個月而已 所以一樣 綁約的意思就是 他就綁定你一年 就是 你至少要給他賺 一年分的利息 有的比較狠的 綁兩年 綁一年半的 他就是至少 你要讓他賺一年半的利息 合約內容要看清楚 很多都是等到要賣的時候才發現 幹什麼違約金這麼高 有的違約金是什麼 兩期月交款 比如說你一個月貸款要繳一萬五 然後你一年內還了以後啊 你要繳兩期的月交款 你要繳三萬的違約金 類似這樣 等於就是補足他 賺不夠的就對了 你太早還他賺不夠啊 比較常遇到的就是 產值還有違約金的問題 產值不夠餘額 違約金很高 賣不下去 但是有一些還是會忍痛處理 因為他現在就比如說他已經 覺得每個月已經付得很吃力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 他就斷為求生 雖然現在他要補足不夠的 可是以後他不用每個月再繳錢 也有這樣 常遇到這樣的情形 有的就是買了以後發現 用途沒有那麼廣泛 你看像這個 他開兩三年才開一萬多 對啊所以其實他也是 差不多一年五千六千G的 買的是很浪費啊 沒有我是覺得今天 我們有時候遇到各式各樣的客人 人家這種客人就是屬於比較 鋼惡目睹喔 對不對就是比較害羞 拒絕採訪 然後話比較少 我一直想辦法跟他聊天 他都真的話不多欸 他會不會是那個 跟泰山一樣隨便做的 還跟我一樣吧 我覺得你話比他多欸 我話比他多嗎 你話比他多好不好 他很難 他是講話很慢 不是很難聊 難聊你知道 難聊魚缸 新章 欸新竹那邊 對對對 哇XD 真的是難聊啊 很硬啊 整個很尷尬 整個氣氛是這樣 怎麼沒有講話 這個我可以撿進去嗎 他看到不會那個嗎 你說難聊嗎 對啊 不是啊這是一 沒有這個是一種個性 我知道他的內心可能有 真的是 常看我的影片 也許他緊張啊 或是也許開心啊 可是就是 他沒有辦法 他不會說很 表現出來 因為或許是我想太多 搞不好他沒感覺 可是我覺得 坦白說 我覺得他是有感覺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想想看喔 他下了班 然後塞車到高鐵站 然後從 一兩個禮拜前 就一直在跟我聯絡 一直在跟我約 他如果今天不是真的很 注意我們的東西 或者是很 很想要跟我們見面 賣給我們 跟我們做交易的話 他不會這樣 那麼麻煩 因為我覺得他今天很麻煩 他車開到那邊 然後大包小包的 對啊他還來不及整理喔 對還來不及整理 還叫女朋友來載 然後女朋友還 找不太道路 所以其實他是 我覺得他是很 也許他是很想 跟我們減賠 跟我們交易 就是都沒有表現出來啊 我完全看不出他的喜怒哀樂耶 可是我不是說 這樣是不好的 你懂嗎 可是他比較沒有辦法 表現出 在他臉上 所以這個人適合幹嘛 你知道嗎 得錯撲克 好 對不對 拿到好牌是這樣 拿到不好牌是這樣 像我就不適合了嘛 我拿到不好牌我就幹 幹掉出來 然後人家嚇住我就馬上開牌 還爛 太明顯了 沒有辦法 所以我不要賭博 好不好 所以我不賭博 因為賭博會輸 好那今天這個 因為朋友 比較害羞 所以說 他有特別交代 他比較露臉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用分享 這2016年的 庫嘎 新型的 新款 那新車當時的等級是999 那現在 你賣的車或車商在收 價格約會在這個 45萬50萬左右 那我是因為真的覺得 現在快過年了 所以 試看看在過年前 可不可以把它處理掉 連接踩回來這樣 回去賺個一層兩層 趕快把它處理掉 好啦 那這一期的這個 帶著陷阱去收車 我有帶陷阱喔 有人留言你知道嗎 小獅你好久沒有拍 帶著陷阱去收車系列 我就想說 幹我不是每天都在收車嗎 為什麼一定要帶陷阱 才叫收車 他們就要看那個大把的錢 媽的 有一天我被搶了 你們才甘心就對了 還是有人說 看你長這個樣子 不要搶別人就不錯了 一定要帶陷阱去收車才可以 好 下次改進好不好 好啦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下次見拜拜 好 你有聽過500唱歌在你心裡的名字嗎 有嗎 還有唱過嗎 好 歌待我心裡的名字 有沒有 可以嗎 給過嗎 蠻像的啊 可以嘛對不對 歌待我心裡的名字 好 一定要 那載重音要在這個載上面 我每天都在家裡頭緒 哈哈哈哈哈哈 今晚 我想來點 這李秉輝 不好意思 李秉輝我也是有策略的 你知道嗎 可是我現在不能模仿 因為我在開車 視頻 這裏 LEC 既然怎麼會 演唱 練習 審 音樂 動作